よし 影片開始前 記得到粉絲團按讚跟追蹤IG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呢 也可以按下超級感謝 支持我做更多更優質的內容 今天是懷舊系列的第四集 大家期盼已久的初戀來了 玩遊戲的動畫 早在1999年 就在卡通頻道上面播出 那段期間 是電視兒童的巔峰期 因為網路還沒有順行 但電視上一堆好看的 媽媽看八點檔 我們小孩每天也都是行程滿檔 雖然大家現在已經習慣 自己去網路上找特定的作品來看了 不過2009年 2015年的時候 MOMOTA又播了兩次 所以這部也有可能是 某些九年級生的童年 那就來回顧一下這部 橫跨三代的作品吧 玩遊戲 美其名是恋愛校園喜劇 但實則是 八點檔肥皂劇 女主角蒼田沙男 是一位只有小六的女童星 描述的是她和初戀 雨山秋人的恋愛故事 玩遊戲的漫畫跟動畫 還是差滿多的 動畫組自創的五條五十篇 跟美國百老會篇之外 還有一些劇情上的改動 角色設定上的不同 漫畫版一共有十卷 外加一卷翻外 作者小花美歲 原本只打算出一個四卷中篇故事而已 沒想到才畫不到第二卷 就決定要出OVA了 不到一年就正式宣布動畫畫 所以她只好再多編一些內容 賣一下這個IP 是因為這樣才有的風花這個被冒到臭頭的角色 漫畫版內容主要聚焦在沙男跟雨山的戀情上 從小學認識 彼此討厭 到互相理解 一起成長然後交往的過程 整體節奏比動畫快很多 不過比起動畫版 有稍微嚴肅一點 有些內容甚至完全不是給小孩子看的 甚至漫畫的後半段 雨山斷手的部分 當年動畫版的結局停在一個莫名其妙的地方 隨著中尾事件的結束 小鎮再次恢復和平 片尾曲下了之後後面還有彩蛋 看起來似乎要預告第二季的到來 然後 20 years later 所以我說 那個第二季呢 就沒有然後了 因為漫畫版後面實在是不太適合改變成動畫 就算做得出來也有可能被 大量的改動 像漫畫中沙男親生媽媽回來找她後 沙男跟她說 你為什麼不把我剁掉 這句話就沒有出現在動畫中 而且那時候開始出現一些批評的聲浪 說讓小孩當童星 根本是在虐童 沙男確實也曾經工作多到淚潭過 有些家長認為 玩偶遊戲會助長青少年的童星夢 所以綜合因素考量之下 就不做第二季了 不過導演也在近年接受訪談時 吐露出了真心話 他說 當初在做玩偶遊戲時 雖然很有成就感 但是也很累 原本只是想要做一季12季的長度而已 但不曉得乃根筋不對 一口氣做到102集 變成了國民動畫 一直想要停但找不到實際點停下來 所以就抓了個感覺 到了覺得可以停的地方 就停下來了 所以收尾有點不明不白的 但導演覺得這樣很有趣 很有玩偶遊戲的感覺 這顯然是個很關鍵的說法 真正的原因應該只是 觀眾越來越不買單 不符合成本效益罷了 接續動畫的部分 有一個和中緯類似定位的角色 叫做小森 他比中緯還要再偏激一點 在媽媽的嚴厲教育下 他不敢表達自己的真實意見 壓抑過度變得很陰暗自卑 在班上是個沒有什麼存在感的邊緣人 這讓他很羨慕總是做自己 自在自旺的羽山 自從有一次 羽山跟他打招呼之後 他甚至開始妄想自己跟羽山是好朋友 早上電話也都會很清晰的跟我說 美女你今天要吃什麼 但其實我也才第一次去而已 雖然羽山根本不認識他 然後某次 他們從學校那邊收到一張調查表 小森信聰聰的問羽山說 可不可以在 校內最好的朋友奈蘭 寫上羽山的名字 但羽山直接跟小森說 我根本就想不起來你的名字啊 哇塞 羽山直接點燃了胃爆蛋 小森完全崩潰 他覺得自己已經沒有活下去的意義了 決定要殺了羽山 然後再結束掉自己的生命 原來是個病交來著啊 羽山為了讓他冷靜下來 右手被小森刺傷 失血過多 好不容易撿回了一命 卻因為傷到的神經變成了殘疾 而在這段時間內 羽山也想了很多 弄清自己的感情 正式跟風花提出分手 開始跟殺男交往 那段時間殺男眼睛都閃閃發光 畫風都不一樣了 不過羽山右手的傷 讓他沒辦法繼續練空手道 連洗澡都有困難 於是羽山的爸爸 決定帶他到美國 住個兩三年 去治療他的右手 不過因為羽山不太會表達 讓殺男覺得 羽山這一去 或許就不會回來了 聽到要分開這件事 殺男瞬間崩潰 導致小時候成罹患的一種疾病 人偶病 再次復發 罹患人偶病的殺男 會變得面無表情 感受不到快樂 也沒有辦法表達情緒 隨著睡眠時間變長 還會產生選擇性失憶 這個人偶病從上述的一些症狀來看 應該是接近憂鬱症的一種表現 後來殺男的家人跟羽山 一步一步的去了解 殺男罹患心病的源頭 試圖去解決那個核心問題 看到這邊真的很悶 因為殺男作為玩偶戲的主角 一直都是充滿活力的在鼓勵手造的人 但其實殺男的黑暗面 一直都存在 殺男從小就很懂事 因為不希望讓家人擔心 在很多事情表現上面 都是很成熟 總是搶言歡笑的 扮演著一個 不是他自己的角色 剛出生就被拋棄這件事情 對他影響來說很深 但他第一次發病 是因為理解到 他不是現在這個媽媽的親生女兒 這句話的意思 而這次換成羽山要離開 讓他覺得 自己好像一直被拋棄 所以殺男的想法變得很扭曲 認為只要成為了大人 就可以自己決定人生 所以殺男就勾引羽山 對著羽山說 我們一起變成大人吧 說真的還好沒有做第二季 不知道這真的會有一群家長極敵抗議 後來羽山告訴殺男 自己其實比他還要更害怕寂寞 這才讓殺男了解到 不是只有他有被拋棄的感覺 然後殺男就康復了 羽山也去了美國治好的手臂 還順便拿了個青少年空手道冠軍回來日本 和殺男重新在一起 結局是停在殺男正要去幫助其他有煩惱的女孩 看到這邊是不是覺得 好像沒有ending的感覺 但是相隔超過10年後 小花老師畫了玩偶遊戲的外傳 Deep Clear 和老師的另外一部作品 苦澀的甜蜜結合 弄成了同一個時空 苦澀的甜蜜的女主角 Julie 是一個擁有毒性素的偵探 平時靠著特殊的能力去調查事件 在外傳當中 26歲的殺男 因為接演了一部偵探題材的連續劇 所以來找朱莉取材 希望可以更了解偵探這個職業 這時候殺男的經紀人兼小白臉 阿琳 私底下委託朱莉 請他幫忙調查羽山 適不適合歪遇 原來 羽山跟殺男在23歲的時候就結婚了 結婚後的殺男正式成為羽山太太 欸等一下 說好的要讓羽山入罪呢 阿琳懷疑羽山外遇 也不是沒有原因的 畢竟 錢客就擺在那邊嘛 原本好端端的兩個人 自從殺男懷孕之後 羽山因為害怕殺男會跟自己的媽媽一樣 男產二死 所以堅決反對殺男生下小孩 但是他也沒有跟殺男說清楚 只是叫殺男拿掉孩子 不然就離婚 於是兩個人大吵之後 就分局了 經過10年 羽山的表達能力依舊沒有進步 還是我愛的那個羽山 後來竹端透過讀心 發現殺男肚子裡的小孩呼吸微弱 於是緊急送殺男到醫院 拯救了小寶寶 並且將殺男隱藏在心裡的想法告訴羽山 就是當年殺男對羽山說的那句話 媽媽在生下你之前 就很愛你了 所以要代替媽媽活下去喔 不過身為爸爸 羽山從頭到尾大概只貢獻了 輸出的部分 其他都是殺男自己扛過來的 羽山聽到殺男生孩子的慘叫聲 直接笑到不敢面對 總之小孩是平安出生的 他們成為了新手爸媽 新手爸爸羽山看到小孩大便 竟然把老婆叫你換尿布 自己躲遠遠的 還好你還算Carrie 我不是只會輸出而已的嗎 Deep Clear單行本發行的時候 還另外收落一段職程的番外篇 Misty Blue 26歲的職程因為太愛殺男了 所以沒辦法再跟其他女生在一起 轉而跟一個男演員約會同居 被新聞爆掉之後 手心就出櫃了 沒想到那個曾經喜歡吹孝勞霸的職程 如今吹起的真 作者也在次強調 愛不分是性別 有了愛 性別什麼的都是次要的 當大家在討論職程到底是愛女生還是愛男生 是供還是瘦的時候 就俗氣了 因為職程就是職程 不需要去貼什麼標籤 這句話真的讚 我要特別化重點 漫畫跟動畫各有各的好 但我自己是比較喜歡動畫版啊 除了戀愛的部分之外 動畫組自己加了很多搞笑的橋段 每次都唱唱Rap 跳个铃波舞 看三四郎老师和内三舔豆嘴 总之就是一些小孩子喜欢的浮夸表演方式 在亲情还有友情的描写上 玩偶游戏用小孩子的直接的想法跟态度 去探讨一些严肃的社会议题 切合时事的题材更是保留外相 从同性的斜钢生活 担心家庭 未婚生子 年轻人自杀 再到新闻媒体的道德问题 留情什么他就讲什么 也让剧中的每个人物都能拥有属于他们的故事 说到两个版本最大的差异 大概就是我们的三次郎跟巴比特吧 也没有巴比特真的差很多耶 有史以来最成功的动画吉祥物 讲一些严肃议题时 在旁边帮忙观众吐槽 也会打破第一次到墙 跟观众或里面的角色直接对话 可以说是动画版的一大特色 看到漫画没有巴比特 总觉得少了一点什么 话说回来 玩偶游戏真的是一个大型的业配广告 一大堆神奇的道具 什么反向录音笔啊 电子琴啊 还有布鲁布鲁机 又不是淘汰没有 那时候多想买爆啊 另外常被拿出来调侃的 应该是童年三大祸害 米娥 风花 生下摇 在这边帮风花平反一下 重看之后 觉得风花其实没有那么讨厌 动画版因为原创剧情的需要 所以在把风花描绘得比较自私 当年风花仇恨值最高的时候应该是 他牵的羽生的销售手 觉得风花其实是一个很有实力的情敌 各方面其实都蛮好的 是真的有威胁到沙南的地位 出口音 刹男 刹男你什么时候才会回来 换个立场想 其实风花也蛮可怜的 明明跟雨山交往了 却发现喜欢的男生一直都看着其他女生 然后还要被刹男感谢说 谢谢你 因为你跟雨山交往 才让我知道我喜欢雨山 话说造成这一切的元凶 不就是这一位话都不说清楚的家伙吗 把动画和漫画都看完后发现 特别好看的地方刚好都是动画组的原创剧情 像是动画的第32集 小刚的爸爸因为酗酒、家暴 导致小刚妈妈带着孩子跟他离婚 离婚后 小刚就再也没有跟他爸爸见面了 直到有一天 小刚爸爸打人 进了监狱 小刚想去探望他 却又担心这样的举动 会对不起妈妈 只好装作自己跟爸爸已经没有关系了 保持距离各个各的 当作是陌生人就好 直到杀男点醒他 离婚是大人的事情 小孩自己有小孩的想法 就算离婚之后 爸爸还是爸爸啊 小刚才醒悟说 虽然我知道爸爸不是一个好人 但他还是我爸爸 这句话让我想到 他不笨 他是我爸爸 差点掉下眼泪 另外一个好看的原创 就是五条五十篇 对啦 我知道一定有很多人跟我说 杀男的妈妈14岁就生下杀男 所以五条是罗利控 对 那时候五条不告别人去美国 应该是被FBI抓走的 好啦 因为漫画版中 杀男的亲生父亲是亲生妈妈的叔叔 早就过世了 这部分是没戏了 导演想说这样很可惜 所以请小花老师改变了一下 变成身患中正的演员 在导演巧妙的安排下 这段妇女重逢的戏码变得很感人 杀男演出的作品 总是跟她的人生阶段不谋而合 在揣摩角色的心理同时 会站在别人的角度 去重新理解身边的人 还记得在动画第六集 杀男扮演雨山的妈妈那一段 说实话第一次看到的时候 我觉得高到不行 但是又觉得暖暖的 这就是玩偶游戏给我的感觉 一部 温馨的胡闹剧 当时杀男说出电影台词 一直到他26岁正式成为妈妈之后 他还重新理解到 那句台词的意义 还有在台词背后 身为父母对孩子们的情感 石沙子虽然不是杀男亲生母亲 但或许也因为这样 他把杀男视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尊重杀男的决定与想法 在一旁陪伴杀男 经历人世每个阶段 到目前为止 已经介绍了四部少女动画了 每一部少女动画 都有他让人感触的地方 初恋的美好啊 克服童年阴影啊 渗水交换 这次的玩偶游戏 启发我去思考很多关于情感的事情 不管是亲情 友情还是爱情 我们太习惯去压抑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 常常把简单的事情搞得很复杂 明明都已经受伤了 还要强颜还笑 但是杀男仪仰慕 时沙子老的室友说 难过就哭 开心就笑 人生本来就有高低起伏 只要还活着 就算赚到了 展现了异常豁达的人生观 就跟他本人一样乐观 对我来说 玩偶游戏是难得长到后再看 依然没有棒的作品 也难过雨山到现在 还是被人家成为童年男生 下次的《怀旧少女》系列 要来讲另一部 也有童年男神作品 酷露魔法石 如果喜欢的话呢 可以按下超级感谢支持我一下 我是麦 下次再见 掰